去年11月NCC基于维护国家尊严 以及手机主管机关的立场 规定3C装置如果标示中国台湾 就不得在台湾贩售 中国手机品牌碰上疫情和政治敏感议题 今年在台湾都还没有发表5G手机 专家认为以往的陆细评价手机的缺口 将由台湾本土品牌补足 为台湾的手机市场带来新形态 台湾7月正式迈入5G时代 不过最令消费者期待的5G手机 今年受疫情影响 各品牌大厂的上市时间持续递延 苹果也将在年底发表5G新机 预计带动换机潮 但仍无法填满台湾上半年手机销售的缺口 没有办法去完全的驱动整体的这个 从4G转换到5G的这个换机潮 所以目前看起来今年台湾的手机市场 可能还是呈现一个衰退的情况 整体的换机潮的发酵可能要落在2021年 去年11月NCC基于维护国家尊严 及手机主管机关立场规定3C装置 如果标示中国台湾不得在台湾贩售 中国品牌碰上疫情和政治敏感议题 华为OPPO小米Vivo等 今年都尚未在台湾发表5G手机 目前台湾市场有三品牌 九款手机通过审定 其中七款是三星以及轰达电 站稳台湾手机销售宝座的苹果 受疫情影响生产 备受期待的iPhone12系列 秋季新品发表会 可能延后到10月下旬 外界推估将推出四款机型 新机发表不久后 4G版本即可上市 5G版本可能要等到11月才能出货 新哈尔雅特电视时间里李津津 台湾台北报导